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记载在以色帖记的第八章 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经文这样说 当天亚哈塞的王 把犹太人的敌人哈曼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以色帖 以色帖告诉王莫迪盖是他的亲属 从那时起莫迪盖获准进到王的面前 王把从哈曼那里追讨回来的印章戒指取下来 给了莫迪盖 以色帖也委派莫迪盖管理哈曼的财产 后来以色帖又扶扶在王脚前 哭着哀求王 请王制止雅甲人哈曼 要灭绝犹太人的阴谋 王向以色帖伸出金帐 以色帖就起来 说我若蒙陛下的恩宠 陛下关心我 觉得我的请求是妥当的 就请下一道御址 撤销哈曼发出的命令 亚甲人哈米达他的儿子哈曼发出的命令 是要灭绝国内所有的犹太人 我怎能忍心看着我的同胞被灭绝呢 我怎能忍心看着我的亲属被杀害呢 亚哈水路王对王后以色帖和犹太人 莫迪改说就这么办吧 为了哈曼杀害犹太人的阴谋 我已经吊死了他 又把他的财产给了以色帖 但是用王的名义 发出的通告 上面有王的印是不能撤销的 不过 我准你们按照你们的意思 发通告给犹太人 你们也可以用我的名义发出 并且盖上王印 这段故事如果我们可以给他取一个名称 就叫做逆转胜 我们都喜欢看球赛 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己国家的球队 跟别的国家在打 打到最后的时候眼看我们就要输了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一局 最后一棒 能够打得一个安打 过拳的打 整个局面就改变了 我们称之为是逆转胜 从劣势的环境当中 不断地争战 挣扎 奋斗 到最后胜利了 逆转胜的故事 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只是球赛 也在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 常常出现 逆转胜让我们喜欢的原因在于 看见这个原来失败的人 他们忍受 特别是我们看见上帝 怎么样逆转了他自己的百姓 从受到欺压 得到解放 从破坏当中得到拯救 从苦难当中得到安慰 从羞辱当中得到荣耀 以失败记忆 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 帮助犹太人 透过莫迪卡跟以失败 逆转了整个犹太人的命运 我们可以看第一个 也就是国王亚哈瑟尔王 他把哈曼所有的财产 都给了以失败 根据波斯的习俗 叛徒的财产 都会被充公 而王就把哈曼的财产 全部都交给了以失败 第二个莫迪卡 不但得到王面前 共识的机会 他也取代了哈曼 来服侍国王 成为一国的一个宰相 第三个 王也批准了以失败 和莫迪卡的请求 另外颁布了一个王的指定 也就是说 他们授权犹太人 也可以反击 那些杀害他们的人 接下来 犹太人从原本要被灭绝的一个威胁当中 获得了拯救 他们可以欢欣鼓舞的庆贺 第八章十七节里面讲说 王的通告传到各省各城 犹太人读到了 就充满欢喜快乐 欢宴来庆祝 当地许多人因为怕犹太人 甚至于他们转入了犹太籍 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神在古时候参与 他自己百姓面临的苦境 照样神也如今参与在我们现今 他儿女的苦境的当中 谁说上帝不会垂天我们的祷告呢 当我们在呼求神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把我们的苦境 完全的向上帝陈述 但是我们不可以指定上帝怎么做 神的方式神的时间 都是由他来做的 重要是我们要学习 怎么等候上帝 我们要说注意点事情 是神在乎的不单是 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更要在乎是 我们要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人 在困境的当中 我们成为怎么样 我们的态度很重要 我们信仰的一个 性格表现是很重要 在逆境当中信靠上帝 这种的信靠才是真正的信心 这里所指的是卑微的服事 我们虽然看不见 仍然是信靠上帝 我们认为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相信 神是永远可能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学到重要的功课 也就是信心的功课 真正的信心是要对我们 超越环境 对外在的环境 起起伏伏的时候 人的眼睛常常会看见环境 然后看见环境 我们就不相信上帝了 因为那让我们害怕 就好像彼得 原本他走在海面上的时候 走向耶稣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当他开始 看见他自己的脚 是踩在一个 波涛胸鱼的海面上的时候 他开始怀疑 我竟然会站走在海面上 我怎么可能会走在海面上 当他如此怀疑自己的时候 他就立时就掉入到水里面去了 人就是如此 常常用眼睛所看见作为凭据 但是真正的信心是 我还没有看见 我就已经相信了 或者我还不明白 我就相信了 先知以赛亚 他说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上帝叫我们不要跟着环境 上上下下 而是跟着他 就如同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 他们眼前是看见上帝的一个具体的统在 而不是环境 他们可以经过旷野 生活的竟然超过四十年 愿上帝祝福你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太多的逆转生的故事告诉了我们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逆转生的人生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 就有一个最伟大的上帝与你同在 阿们